適逢全国大选步步逼近 援任森州州务大臣 拿都斯里莫哈莫哈山 今天向森州子民喊话 他希望选民不要因为 不喜欢一些国阵候选人 而一杆子打翻整船人 反而是给他点面子 继续支持森州国阵 尽管国阵主席首相拿都斯里纳吉 还没有公布候选人名单 但莫哈莫哈山透露 去年年底深陷联邦土地发展局 贪污弊案嫌疑的 前任联邦土地发展局主席 莫哈莫伊莎也在国阵 建议候选人名单内 莫哈莫哈山指出 基于莫哈莫伊莎 是巫统直落干旺区部主席 因此被推荐成为国阵候选人之一 莫哈莫哈山今天是和 教育部副部长拿都张顺文等人 受邀出席乌鲁干中滑小动土仪式 在苦等将近七年后 乌鲁干中滑小新校舍的建校工程 下个月正式动工 教育部副部长拿都张顺文强调 新校舍动土礼并不是选前大礼 一切按照程序进行 这个如果大家翻查回记录 这个是根据整个进程的 并不是说今天要靠近大选才来做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大选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解散 所有的规划都根据之前 这不是一两个礼拜才能够定下来的 好几个月前甚至去年年底 我们就开始做 发展商将会在赚地5.1英亩的校地 新建两栋分别三层楼和四层楼的校舍 建校工程预计耗时14个月才完成 新校舍预料在2020年才能正式启用 MTVC刘湘林 财博到